7月20日,GNBA两大名,其沃纳罗夫斯基和山斯雷尼,最新报道,雷霆,老鹰和76人就三方交易初步达成了协议, 其中最受关注的三界奥运冠军家超级巨星安东尼,将在加盟老鹰后,被改调成为自由球员,然后有望与自由身加盟火箭队,安东尼是火箭高层和球迷们抢手期盼的球员,上赛季保罗替换一家盟前,火箭就曾经和尼克斯谈过安东尼的转会, 要知道,火箭队过去十多年以来,坚持从不摆烂的策略,这导致球队想获得一个超级巨星男尚加男,虽然安东尼已经34岁了,明显的处在职业生涯的下坡路了,但火箭队有机会先吓他,依然感到非常振奋, 安东尼能把哈登保罗引勇是五巨头,美眉晒图,一颗新数据大幅下滑,美国媒体ASPS-INFO也在今天分享了这样一张图片,用来说明34岁的安东尼,状态确实已经大不如前了, 不单单是因为他加盲雷霆后,无法融入到以维斯布鲁克为核心的战术体系里,数据显示,安东尼的数据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滑坡了, 2012-13赛季,安东尼以一项非常重要的统计数据球员效率值,打到了生涯巅峰的24.8, 当时仅次据詹姆斯,杜兰特和保罗排名NBA所有球员的第四名,当时他的状态真的是如日中天,可随后安东尼的效率就一路下滑, 2011-13-14,赛季在23.5上下,2014-15赛季不到21,2015-16赛季19.2,2016-17赛季15左右, 2017-18赛季转回到雷霆后,安东尼的效率值已经下跌到了12.7,6年间整整跌了接近50%, 所以,火箭该对安东尼抱多大的希望呢?他真能帮助哈登保罗,颠覆勇是五巨头的王者地位吗?